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济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今天我们要讲解几个你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的,让人痛苦的现实。 既然早晚都要面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今天就花点时间来做点准备呢? 今天你听到的这些事情,可能很多都很让你不喜欢。 但是到了节目的最后,你会庆幸你观看了本期的内容。 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现在就来讲,你需要面对的15个痛苦的现实。 第一,你认识的所有人,包括你自己,最终都会死亡。 人们总是过于惧怕死亡,以至于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不断逃避他,最后他们根本就没有再生活,只是活着而已。 但是,这对于你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 他在告诉你,你的父母是不会一直在你身边的,你所拥有的朋友是终将一个一个地消失在你的人生当中的。 当然,也有可能你是最早离开的那一个。 我们的大脑总是会想要蒙骗我们,不论我们都努力地跟他说,总有一天他将不复存在,你的脑海中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声音拒绝接受这个现实。 他也知道这是理智的想法,但是内心深处,这个声音就是无法接受它不存在这件事情。 你现在就能试试,然后看看会怎么样。 我们不是想要吓唬你,而是想要唤醒你,让你看到现实。 说起来可能有点俗套,但实际上它对你来说就是一份礼物。 第二,你的委屈将就终将成为你本来的样子。 在生活中,你愿意前进多远,最后就只能走多远。 我们现在就要说出这句大实话,人们永远都是会委屈将就。 他们会忍受让他们痛苦不堪的工作,会维持淡而无味的感情,会定居在一潭死水的城市。 他们总是会凑合着过低于他们梦想的生活。 时间久了,你就会充满了遗憾。 遗憾自己没有把工作做好,遗憾因为你的不幸福,你的伴侣也并不幸福。 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这一点吧。 与其生活在悔恨当中,后悔你此时此刻所处的位置,倒不如把所有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别再将就了。 第三,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克服失败和挣扎的游戏。 生活就是会不断地给你设置障碍,然后默默观察你的反应。 这就是上天让你在这个迷雾重重的建筑当中想清楚自己的命运的方式。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浮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当中最简单的一条法则,就是永不放弃。 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就永远不要放弃,永远都要再去尝试。 在你到达顶峰之前,山峰看起来永远都是不可逾越的,而到达顶峰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断地向前再走一英尺。 每当你解决一个难题,上天都会给你相应的奖励,让你惊喜万分。 你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回想一下你觉得自己已经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的时刻,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当你知道你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并且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呢? 这些选择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人们总是缺乏对自己生活的反思,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去反思了, 他们就会看到,对于他们现在生活中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其实早就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 或者把他们过去应用过的方法重新组合一下,就能够有效地解决。 第四,看似容易的选择只能带来艰难的生活,看似艰难的选择却可以带来轻松的生活。 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所在, 人生的道路往往并不是对的路和错的路的选择, 而是对的路和容易走的路的选择。 正因为这样,才更有迷惑性。 也正因为如此,有的人才能够茁壮成长,而有的人只能无力挣扎。 这个规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不论你在哪里出生,你的财务地位如何,你性别是什么,或者性取向如何, 它都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 只要你在生活中选择了艰难的那条路,最终就会取得胜利。 你只需要给自己充足的时间,让自己的决定能够开花结果就可以了。 第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但是却只有很少的人会真正付诸实践。 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有潜力的,因为我们确实有啊。 当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是充满了潜力的。 那个小小的生物都有成长为伟大的人物的可能性。 统计学上讲,众生平等,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因为你现在,在你的这一具躯体当中,所以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从第一视角来看的。 在你的故事当中,你就是最闪耀的那颗明星,因为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它。 但是,到你旅程的某一个阶段,你会忽然恍然大悟。 那一刻你意识到,这整个的故事都不是关于你的,其他人才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主角,你只是个配角而已。 我们都相信自己命中注定会成为伟大的人,但是伟大其实是你自己争取的,跟命运并没有任何关系。 有的人敢于与命争,他们会以不断突破极限,打脸命运为己任。 他们会因为不喜欢自己开头获得的各个属性,而选择重新书写命运。 那些就是会成功的人。 这些人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所有力量,根据自己的愿望去塑造和扭转现实。 他们精心策划,不惧牺牲,他们设定目标,并且最终会按部就班地实现目标。 一旦你发现自己做到了,你就会难以自拔。 你会想着,这次成功了,那我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这些人会使用特定的工具和方法,帮助他们不断提升自己成功的概率。 我们也有很多个人使用的这些工具和方法,帮助我们不断取得财富。 对于这些,我们进行了总结,去除了所有冗余的表达,只留下了最宝贵,最有效的见解。 然后做成了节目,发布到了我们对经济域的频道当中。 如果你也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播放列表,观看相关的内容。 还等什么,快来加入我们吧。 第六,忙碌并不意味着高效。 有时候你一直在不停地忙碌,但是却好像没有真正完成多少事情,你的生活还是一团糟。 出于某种原因,人们好像都认为你越是忙碌,比起其他人来说就越是成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很多人认为自己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使劲,但是现实却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决定轻重缓急的系统。 你只会冬一榜头,吸一棒吹地忙着处理那些紧急的事物,却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知道,重要的事情才能够推动你的生活向前发展。 第七,你所拥有的东西并不能定义你是谁。 当你真正能够负担得起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自己其实根本就不想要,也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们明白,这很像是富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当你买得起某样东西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它失去了对你的吸引力。 我们都喜欢奢侈美丽的产品,但是一旦它们离开了商场,来到了我们家里, 它们的魔力就会消失,重新回归它们的实用状态。 Gucci的鞋子会变成随便什么鞋子,但是当你很傻很天真的时候, 你会把自己的身份与这些物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能够让你爬升到更高的地位。 我们希望你能够非常认真的聆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话,热爱和拥有是完全不同的。 进一步地讲,热爱会持续地给你带来收益,而你拥有那件东西则需要你持续地付出金钱, 就好像房租一样,只是房租是按时支付的,所以很多人根本都没有注意到而已。 第八,有些人你就是不适合,并不是你遇到的所有人都能完美嵌合进你的生活。 同样,你也不能是所有人缺失的那块拼图。 当你发现彼此不合适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转身离开,继续向前。 有时候我们会有点上头,我们制定了宏伟的计划,幻想着彼此更远的未来, 但是这时候却发现大家根本就不合适,无法弥合到一起。 这时候不要纠结,你越早发现这件事情,就能越早找到你真正对的另一半。 所以不要难过,不要伤心,勇敢地向前走吧。 第九,让你感到幸福、健康、爱你并不是别人分内的事情,你需要自己去争取。 人们总是期望着救世主,梦想着别人能走进你的生活,改变所有的事情。 你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找到那个真正适合你的人,然后出于某种原因, 能自然而然地把让你保持身材作为他们的人生使命。 你觉得自己的真命天子或者真命天女会神奇地出现在你的家门口,教会你关于爱的一切。 你期望别人能积极主动地为你的幸福添砖加娃,这其实都是你对自己的错觉。 就像我们第五条提到的那样,幸福是一种选择,健康是一种选择。 爱可能需要别人的参与,但是爱自己也是你的选择。 你需要做的就是做出更好的选择。 第十,如果你无法驯服你的思想,那它就是个可怕的野兽。 大多数人的思想都是随心所欲,放任自留的,就好像除非你刻意注意,否则你也不会注意到你的呼吸一样。 比如现在,你是不是就在关注自己的呼吸了? 事实就是,我们都在和其他人一无所知的恶魔打着交道。 有时候,我们能够成功地把恶魔关到笼子里面,有时候我们甚至能强迫他们为我们服务。 但他们仍旧还是恶魔,一旦我们忘了时常检查,疏于管理,作为报答,他们就会破坏所有我们在乎的事情。 有的人甚至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来终止这种恶魔的声音。 当你身边的朋友陷入这种困境的时候,记得要陪伴他们,这是你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 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那么它可能会威胁到你的健康。 这时候,何不求助于专业人士呢? 你不需要告诉任何人,自助是一种对自己的爱。 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爱自己是你的工作。 我们发现,要想管理好这些恶魔,冥想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我们的频道也有关于冥想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查看哦。 第十一,你不必等待别人的道歉。 我们知道很多人,多年以来都一直带着一种愤怒的情绪。 因为他们不想要别人认为他们在争执中落入了下风。 但是当你在弥留之际回顾你的一生的时候,这该有多么的可怜啊。 友情崩溃,家庭关系破裂,工作伙伴也因为你的自我而分到扬镳。 你的自我正阻碍你奔向更好的生活。 所以别再傲娇了,当你真正认真的回想的时候,你恐怕都已经忘了自己愤怒的原因,只记得愤怒本身。 这样的情绪又有什么用呢? 第十二,无论你有多么努力,都救不了任何人。 总有些人是你无法拯救的,而且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你不是救世主,不用拯救所有人。 你应该最先拯救的是你自己,然后才是那些想要被拯救的人。 现在痛苦的现实却是,很多人拼尽全力地去救助别人,但是他们其实连自己都救不了。 你要记得,一艘沉船是救不了任何人的。 修好你的船,然后再看看你想让什么人登上你的大船吧。 佛不度无缘之人,你也不必那么圣母心。 第十三,所有事情都处于每分每秒的变化当中。 如果说过去的几年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万事万物的变化有多么迅速。 你永远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今天做事的方式一定不会跟二十年后一样。 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化得如此迅速,你正在错过很多东西。 你在不断地变老,你的优先顺序会发生变化,视角也会不断改变。 你刚看懂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在你动手去应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就已经又一次发生改变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么多愤怒的老人。 在他们那个年代,世界变化的是比较缓慢的,而现在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的迷茫无助。 面对这种情况,你只能坚持下去,时刻做好准备,因为未来必定是一路颠簸的。 第十四,迟到也好过不到,但是太迟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要等待,时间才不会在意你,时间永远都是忙忙碌碌的,永远在不断地把所有人推向未来。 有时候,如果你等待的时间太长,就会错过机会,所以你要时刻准备好,准备好自己手头所有的东西。 这样在机会之门打开的时候,你才能像一阵风那样迅速地冲过去,永不停留。 时机可能就是一个人应该把握住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因为,如果时机对了,一切就会容易很多,顺风顺水永远比逆风前行要容易得多。 而关于时机的好处就是,有时候你只需要把握住一次时机,你的人生就会因此而改变了。 第十五,生活当中的大部分问题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们都知道此话一出,肯定会有人火冒三丈。 但是有些话我们还是不得不说,当然我们也留有了一丝余地,那就是大部分。 你不能掌控天气,但是如果你没有带伞,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你想一想你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你本来能做点什么来防止它的发生呢? 人们都喜欢扮演受害者,这样就很容易把一切都怪在你糟糕的现实上。 因为那些你控制不了的外界因素是命运在捉弄你。 虽然你会觉得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并不是现实。 我们总是会认为,我们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所有糟糕的事情都是因为别人。 那如果把它反过来会怎样呢? 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因为别人对你的帮助,才让你达到了那样的高度,而所有糟糕的事情都是因为你没有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充分准备的结果。 从长远来看,这种观念的改变会给每个人都带来更好的结果,所以说你要对你现在非常幸运才达到的高度心存感恩,并把回馈社会当作自己的使命。 以上的所有条目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但是我们很好奇,这当中哪一条痛苦的现实是最让你心有所感的呢? 在评论区中与我们分享吧。 为了感谢你看到了最后,我们还要照例给你一个小奖励,那就是你在一个错误上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并不意味着你应该继续错下去。 有的人会对糟糕的主意投入太多的东西,就因为你的一半筹码都压在了你最初虚张声势的选择上,并不意味着你应该进一步压上自己的全部赌注。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是一定要输得精光的。 这当中的问题在于,你并不是在玩什么一局定胜负的游戏,你也不用每一局都要赢下来。 我们都明白,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人是真正的常胜将军。 在生活中,你需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这当中有很多个回合。 只要你能对上一次,那就足够了,多对几次,你就算得上超凡脱俗了。 但是,就算你就对一次,也能够改变你的人生。 但是,你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冒险,不要成为赌徒,不要输掉你的未来。 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让你找到自己长久以来困惑的问题的答案。 另外,如果你想要学习致股信念,树立正确的金钱理念, 可以购买我们最新推出的致股信念大师班课程。 现在购买更能享受前期优惠,急不可施,时不再来。 快来加入我们吧!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堆经机遇,我们下期再见吧!